HELLO 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TOPCLOVE TOPCLOVE就刚刚好被他这个200天均线 守住,也就是0.895 如果他跌破0.895或者0.89的话 这个可能要考虑暂时抹出去,避开风险 而他下一个支撑呢,就是0.865 0.865有这个蓝色线,紫色线 跟这个回色线守住,应该是不会跌破的 如果那时候在0.865左右的时候 紫跌回程弹上去青色蜡烛 这个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他的主力线就是0.98 也就是这个过去历史的蓝色线 跟紫色线 0.98呢 如果也就会突破的话呢 也是一个马路讯号 现在就看一下这个200天均线 0.895会不会跌破 跌破的话要暂时抹出去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至于大家